对着桌椅仔细喷洒消毒 确诊患者足迹公布 按863864到访过的广德海鲜餐厅紧急消毒 但顾客难免有顾虑 取消定位电话接到手软 业者在脸书po文 表明并不责怪护理师夫妇 他如果知道自己生病了 也不会来用餐 但也坦言 接到的电话九成都是取消 让他很想逃避 直到接到一通电话 让老板瞬间眼泪溃蹄 客户询问今天有营业吗 老板心想应该也是要取消的电话 没想到客人回 我觉得桃圆人要挺桃圆人 是要来用餐的 要他们加油 网友纷纷留言加油打气 有网友说我不是桃圆人 但我知道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加油 还有自传是致电的那位桃圆人 也是爱吃你们的白肠鱼粉 我只想说声 你们辛苦了 为了帮布立桃圆医院 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布桃涌入了来自各界的爱情物资 布桃也表示 无论是便当 鸡排 一束花 或一张卡片 都让前线的勇士们感动不已 但也强调 各项物资充足 民众不用担心 也不用特别捐赠 我们装备充足 且品质精良 会守住台湾 新唐人亚太电视 正如台湾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